穆哈姆·伯朱表示 他和他的家人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51岁的伯朱来自埃及 亦有两名子女 联邦政府基于一些不能公开的证据 将伯朱列为恐怖主义有关 以及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人 伯朱说政府应公开提出证据和作出指控 否则就应该给他自由 他说对他进行软禁和监视是不人道的 华尔紫维红家论报导